林平虽然这样说 还是塞了三个蛇皮袋带着 两个用来装地龙 剩下的一个用来装货 万一有呢 三人便往海滩的方向走 还有这么多人 阿和看着那一片 不时露出的灯光道 也就阿浩运气好 今天一早坚持要来 要不是有上午那些打底 我和你嫂子说不准 现在也在海边跟人抢呢 三人边说边往海边走 这次没有再走上面那条路 他们也没打算去那片海滩 而是顺着之前大婶们 敲海粒子的那条路 大哥 估计要下水 不用林浩提醒 林平也知道 好在现在浪小了 不然下水就危险了 我打头阵 你们跟在身后 注意每一步踩实了 离下地龙的位置 大概有两百米 这一段全部要淌水过去 大哥 我们站成一排走 我走最深的地方 阿和走最上边 你走中间 说不准的龙被浪 打到这边来了呢 林浩就是个棒锤 下地龙时也没想着 做个扶球标记 不过就早上那个浪 绑个千球估计都没用 哟 你们在摸啥 上面倒刚好有村民经过 看到这边有三盏灯光 顿时好奇起来 夜里对方灯光又不好 往人脸上对 所以也不知道底下是谁 罗叔 是我们 阿浩早上扔了几个地龙在底下 我说他非不听 这不看现在浪小了 就过来找找 清早扔的地龙 早上风那么大 咋能扔啊 这现在到哪找去 老罗虽这样说 倒也没有离开 而是坐在上面一块石头上 点燃一根烟看着他们转 反正沙滩上没啥捡头了 他本就打算回家 此刻也不急于这一刻 哥 哥 我好像碰着了一个 片刻 阿浩惊喜地叫道 零号大喜之下 忘了自己还是在石头摊土里 摸着水就要过去 他身处的地方最深 水淹到了膝盖上面 底下看不见的石块也最多 结果一不小心 膝盖撞到了石头上 卧槽 怎么回事 看看阿浩那个地龙情况 阿浩没吭声 他摸到地龙一提 居然没有提起来 他知晓肯定是被卡住了 可不敢用蛮力 把地龙拉坏不算啥 万一地龙里有货 这一破货还不得又掉进海里 卧槽 当三盏头灯全部打在地龙上时 地龙里的货也能看得七七八八了 阿浩不禁惊呼了一声 林平赶忙咳嗽一声 打断阿浩接下来要说的话 找到的是吧 有货不 高处老罗听到惊呼声 也打开手电照了过来 但离着几十米 看地龙都勉强 更别说看到里面的货了 一般般 一点螃蟹啥的 林浩赶忙扯开嗓子回应了一句 随即又看了眼阿浩与大哥 两人也反应过来 温身发财 不能太张扬 妈的 都是石头屑 阿浩也跟着补充了一句 阿浩 把这个的龙先扔到那边的石头上 我们接着找 阿浩答应一声 吃力地将地龙抱起放到石头上 地龙不中 但是地龙里的货中了 阿浩 蛇皮带带少了 林平又是欣喜又是懊恼 嘴里小声说道 先找 兴许只能找到这一个呢 林平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这才刚下来 就在那胡说什么 快呸两口 发现大哥居然是认真的 林浩无奈地呸了两口 大哥还念叨了两句 坏得不领好的林 没办法 海边人真的是迷信 或者也不能说是迷信 算是一种习俗和信仰吧 就如同开车时 就不可能跟司机说什么翻车事故啥的 都按前两个地龙的收获 我感觉十个全收上来 不一定比咱尚无减的少 大哥 你发现没有 地龙里的海参明显的头更大 对对对 响罗好像也更大些 林平连连附和 刚刚第一龙好像有三个响罗 都一斤来中 这个里面有两个 有一个至少一斤七两以上 林浩颠了颠 加上地龙本身的重量 这得有四五十斤了 一个蛇皮带最多装两个地龙 哥 我又碰到一个 两人听到阿和的声音又是一喜 林浩想了想到 大哥 掉不看 嫂子有没时间 让他把板车推过来 顺便看着咱收上来的地龙 不然这方上扁 我们仨离的远 真不放心 对对 不过我手机没带 你手机带了没 说到这里林浩猛的一拍大腿 带了没 快掏出来肯定进水了 你看看你咋就这么不小心摔进海里 那手机新买的吧 得两三千呢 林浩瞥了一眼大哥 心说自己是这么不靠谱的人吗 我用两层 方便带扎死的 不会有事 我先把地龙搬上岸 大哥 你去帮阿和把那个地龙收了 两兄弟分工合作 林浩搬着地龙往岸上走 离摊上有三四十米 谁钱也没福利 搬着还真沉 上岸后 他掏出手机 拨通了大哥家里的座机 下荣的声音中压制不住的喜悦 叫自己过去 那肯定是发现了祸 而且很多 嫂子 夜里让阿远在家看着苗苗 我也不放心 你去阿和家里把老太太叫过来 也不要她干啥 在家歇着带看的孩子就行 你把家里的板车带来 顺便再带湖水 就在敲海里的这片石头摊上 好好好 不用老太太 我把家门锁上就行 后院墙太矮了 而且 你今天说那些钱还在家里吧 一听此话 下容一惊 今天看到的人多 还真别被人夜里惦记上了 毕竟赖包连一两百斤螃蟹都偷 抱这样心思的人肯定不少 老太太 这么晚麻烦你了 说这话干啥 是不是又发现啥好货了 老太太面带惊喜地问道 刚刚阿远去叫人时 也没说清 他大概就听到说夏容要赶海 让他过去帮忙看一下家 哪知道啊 阿浩来的电话 让我推着板车过去 这不担心家里孩子没人看 所以就把你老请过来了 哟 那肯定没跑了 乖乖 阿浩这运气真是好啊 快去 你快点去吧 要不要带水啊 夏容都推上板车了 听到此话猛的一拍头 把这事给忘了